你有微信开访吗?周杰微信回你有健康码吗? 防范的多到位啊。周杰也是防范疫情的典范啊。当看到小姑娘说周杰52岁了,快入土的时候,我就觉得这个妹子要不就是瞎,要不就是有病。周杰人家52岁了,但是颜值这方面人家拿捏的也是死死的。如果你说这位老兄的话,我感觉还是有点靠谱的。 周杰可不是苏大强啊,岁数大,又有老年班。你们都是男女朋友,都成人了,你们吃不吃病药还指望我们网友来主持公道吗?当法官吗?开玩笑的气娃。 你拿和周杰的私人聊天记录,然后放到网上来公布,你希望网友做法官来判案,这不是网络暴力是什么?你以为所有的娱乐明星都害怕负面新闻吗? 小姑娘啊,这招对付流量歇咒可以,对周杰一点用都没有哦。周杰今年52岁了,曾经也风光无限过,钱也不削。再有啊,人家周杰被黑了整整20多年,不是佛戏啊,也是魔戏了。而且早就不拍戏了,人家开始卖大米了。 小姑娘啊,你这魔法攻击啊,一点用都没有哦。周杰可是有魔法铠甲加成的,你还是换个方向进攻吧,买点物理攻击加成的武器吧。 估计周杰之所以让你吃病药,是人家周杰可不想跟华晨宇一样。 过两年,你抱出个孩子来喊爸爸,然后发个微博,是的,我们有个孩子。 周杰呀,人家可是黑脸包青天,一就是一,二就是二,不管是公鸡还是母鸡。 各位网友,这个八卦你们怎么看呢?请在评论区留言。